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帮养娃,我是主持人长草 通常来说,家中有了新生儿,选择母乳喂养还是配方喂养 是新生儿父母将要做的最大的决定之一 而健康专家认为,母乳是婴儿最好的营养选择 一些卫生组织,包括美国儿童科学会、美国医学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 也都建议母乳喂养是婴儿的最佳选择 母乳喂养有助于预防感染、预防过敏以及预防一些慢性疾病 这些都是有研究证实的 而近日又有一项新的研究,给母乳喂养的好处增添了引人注意的一笔 6月5日在线发表于儿童疾病档案的英国一项新研究发现 母乳喂养和孩子未来的学习成绩之间似乎存在着关系 在这项研究当中,首席研究员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埃利亚兹博士 就和他的同事收集了2000年和2002年之间在英国出生的5000名儿童的数据 这些儿童在3岁、5岁、7岁、11岁、14岁、17岁和22岁时被跟踪调查 他们当中大约有33%的参与者从未接受过母乳喂养 而其余的人在不同时期接受过母乳喂养 其中只有10%的人接受了至少12个月的母乳喂养 研究人员将这些数据与记录了英国公立学校就读情况的国家学生数据及联系对比 具体来说,研究小组研究了这些学生在16岁时参加GCSE考试的成绩 这个考试也被称为英国中考 研究人员研究他们的英语和数学成绩 与孩子接受母乳喂养的时间长度之间的相关性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学生在英语和数学两科的考试方面的表现 在英语方面,研究人员就发现 只有19%的母乳喂养至少12个月的儿童未能通过英语测试 而那些未接受母乳喂养的儿童通过率为42% 另外,29%的母乳喂养至少12个月的孩子 以A或A加的成绩通过了考试 而没有母乳喂养的孩子只有10%达到这个成绩 在数学方面,24%的母乳喂养至少12个月的孩子没有通过数学考试 而那些从未接受过母乳喂养的孩子有42%没有通过数学考试 在那些至少接受12个月母乳喂养的孩子当中 31%的孩子以A或A加的成绩通过数学考试 而非母乳喂养的孩子中只有11%通过了数学考试 总的来说,在考虑了父母的收入和教育等因素后 研究人员发现 母乳喂养至少一年的孩子 以高分通过这两项考试的可能性要高39% 而英语考试失败的可能性要低25% 首席研究员埃里亚斯博士说 母乳喂养促进了大脑的发育 这可能是学习成绩好的原因 但他补充说 这项研究呢,并不能证明 母乳喂养会带来学生在学校表现更好这样一个结果 只能说两者似乎有关联 事实上早在2009年 美国的一项调查研究也发现 母乳喂养的孩子中成绩一般比较好 且大学入学率也更高 当年的这项研究呢 是跟踪了59个家庭的126个孩子 比较了母乳喂养养大的孩子 与非母乳喂养养大的他们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区别 研究发现母乳喂养每增加一个月 高中在校成绩可平均提高0.019分 而考上大学的可能性也提高1.4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丁非所有的女性都可以选择母乳喂养 对许多人来说 决定母乳喂养或配方奶粉喂养 是基于他们的舒适度 生活方式和特定的一些医疗状况 所以在英国的这项最新的研究当中 埃利亚斯博士也特别补充说明 在可能的情况下 当妈妈决定进行母乳喂养时 应该得到支持 但是如果妈妈不能进行母乳喂养 他们也不必担心 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会更差 因为这些差异是非常小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